身边又是《产尼投资》专栏作家唐牛 唐牛 你好 Kendy 你好 本来想和你集中谈谈 成功兼熟的监控集团 街货不足 现在配股完了 符合公众持股量要求 但谈谈之前 有一个股份复牌 本来想做私有化的 失败了 现在跌超过两成 说的是国耗集团 本来你要成功的 就是两个主要基金 大家要与头 怎知道现在反对 例如有超过三成 其实整件事有什么启示 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 也曾经拆解过国耗私有化的通告 其实当时也应该会过得到 但结果出来也真的下跌了 还有反对票数也挺多 看到35% 很明显计算一条数 一定是有一个基金股东 反对了这件事 其实看回为什么会反对 一个原因 因为觉得抵抗太大 因为其实国耗的NAV 也有200元流上 其实今次私有化价是135元 相信基金认为计算数 我宁愿不沽给你 我宁愿逐一说一句 揽炒 我不接受私有化价 宁愿价跌下来算了 其实之前就会觉得 因为市场比较淡静的时候 便是想着135元的价格 火力是历史高位 其实都忍着基金有机会接纳 但谁知道基金也是很中央 然后不接纳 我计算数是 我宁愿今年市场不成功 既然国豪也不接踏 我宁愿市场一起跌下去 基金变远再差一点也无所谓 结果出现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教训是 可能淡市市有化路未必一定会完成 大家基金都会看回 NAV的价值多高才去计算 国豪虽孤寒 你可以这样说 好,讲回劍虹 近日终于满足上市要求 即公众持股量的要求 他在今星期二,即10月30日宣布 邀约人完成了配售6,825万股 或者差不多17%的股份 给6个成配人 配售价1.99 即和邀约价差不多 现在邀约人持股由92%左右降到75% 公众持股量相应地升到25% 回复最低要求 详细说这个持股量之前 其实有趣的地方就是 因为近期有一些获提全面收购的股份 其实邀约期之后 通常有什么情况出现 就是公众持股量不足 而且你要解决它 需时很长的时间解决它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有两个问题 先讲第一个 为什么会经常都见到公众持股量不足的情况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之前其实市况 相信都比较差点的时候 其实持股货的投资者 都宁愿用了geo价给新注 变成了令到这么多人都给新注的时候 新注的持货 就会大幅度增加 令到持股量不足 始终都是那句 市况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持股货 所以都是给它 你说另一方面 为什么这么难去解决这个持股量不足的问题呢 其实又是那句 市况差 可能就是说要找人接货的难度都比较高一点 始终和资金都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你说要 其实那些货货 其实数量都不少的时候 要找回那么足够的数量的接货人 其实都有一个难度 所以为什么看到时间都相对来说会比较长一点 好 沽货的省会可能会不会有点心急 因为你看看伏牌之后 累积升了最多39% 是因为市况要稳定和处定 还是其实那些省会看错 其实人家有前景的呢 其实你看看其实都有一点意想不到 你说年星三入这么厉害 你说市况一定有少关系 始终近期股市由低位反弹 你看到很多 世价股开始都有少少移动 很多以往的明星的新股 小小粒那些都查得挺厉害的 我相信 劍虹也是因为这样而查了上去 另一方面就是可能会 感觉上可能在配售代理的功力上 可能有点功夫在 可能始终就是说 配售完之后 可能就是配售了给一帮 比较有实力的人士 当他们接不货之后的时候 可能他们都不会这么容易沽货的时候 形成了货源依然归边的话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话 股价就容易比较炒上去一点 现在排面上就这样看 你说其实主要股东都是75% 公众持股就25% 没有那么放人归边 但实际上如果你看到SEIKUS 其实那个股权变化是怎样的呢 因为可能有些省户就想看股权变化 从而看谁持有什么东西 以后真的想操作这个股份呢 其实也可以看回股权变化 其实就是说金利峰 依然在SEIKUS 里面 其实持股价都最高的 就是85%左右 这个数字截至10月30日 其他的证券行 有海通、陆福、汇丰和中信箭头 都有1-2%左右 其实看回头五大的券商 都有成九成的货量 其实相对来说货源都挺贵变的 而且也要留意 看SEIKUS 里面 海通、陆福和中信箭头的货 其实都是由金利峰转过去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都可以 我们可以推测到 可能这次的批股 就是由这三间行的其中 就是摘了的货 其实如果大家想看回 劍雄来的炒作表现如何 或者货源是否继续归边的话 就一定要留意SEIKUS的变化 本身为何金利峰持有这么多货 金利峰持有这么多货 很简单 因为其实之前劍雄 其实他做这个邀约的时候 是由金利峰做财务顾问的 所以顺理成章地 新主将货放入金利峰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好 说到邀约人 他叫陈庸盛 他本身曾经涉及过很多行业的 例如集成电路卡 电子标签 电子商贸 金融科技 虚拟游戏平台 其实是科技行业 搞科技 也有超过16年的历史 他现在是新东网科技法定代表人 那个终极空股股东是谁呢 就是深圳上市的达华智能 这间公司主要是从事开发 这个射频识别技术 其实说这些 如当你科技股 那斯特那些很厉害的时候 这些当然是 哇 很大憧憬 失事了 现在是否还这么看 其实当时做Gio的时候 还可以的 但是现在来说 相对来说 可能概念就比较差一点 你不要 可能如果你说 计算早几天的市未弹上来 其实大家还有一点害怕 对于这些相关的科网股 但是当然 你说相对上 健雄自己的做地基的工程 其实你说相关的科网的概念的业务 始终都是稀奇一点点的 其实都有一个憧憬在这里 而且始终A股上市公司的市值都挺大 都超过100亿 其实相对上 健雄现在的 都是大概10亿左右的市值 其实在概念上 都有一个转型 甚至是一个注资的概念 所以这个也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价格也叫做做得挺漂亮 好 如果社会仍然觉得 这些资讯科技 其实是看长远的 所以是想卖进去的 但问题 它现在是这间劍行是做地基的 要变身 这个叫做保底价 一个九豪九的水平 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短炒来说 当然现在升上来的时候 你说一个九豪九指示太远了 变成你说买得上去的 其实都要看回那个 通常短炒 看回每日平均价的表现 还有技术上的分析 你可以看回复牌之后 每日都出阳烛的 这个建盟集团 其实你可以留意回 如果你可以照入场照短炒 当然设置个指示位 留意回如果一出阴烛的时候 就留意回 可能就是说高位有点压力 这个就要留意回 很清晰的 就是这两个价位 是吧 过九这个位置 是 好 谢谢唐牛的 娱乐无供到这里了